你能够看见你的念头都是如此 永远都是超越 你觉得我 你也超越 因为你会知道 觉我的那个觉 你不能拿种种我来量它 所以你就会超越 所以它可以担当现前的种种我 因为你能担当现前的种种我 你就不会像一般凡夫一样 只是被陷在刚强的我中 受它业力的吸引 业力的种种势力的流转 它是完全不同的 那同样的呢 生死也在感觉中 将来到你 到了这期生命将亡之时 要把闭气 闭这一口气时 当下你也都知道 那也是感觉 因为你永远不随感觉 所以才会什么 才会知道你将来要到哪里去 因为你过去永远抓的感觉 你一直抓这个感觉 这个感觉像灭之时 你都不能够知道 它感觉以外的 其他的种种世界 将你平常在世间 都根本不随这个感觉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就是古人讲的 那个心中的 那个心中的担当 还不是一个真正大彻大悟的人 但是他心中的担当 已能够担当生命的过去 你以为一般凡夫地认为 真正厚重的种种负担 那种感受 每天早上起来 一样眼睛见色 一样耳朵纹身 但是纹身见色之中 他都是决心知道 什么叫做纹 决心知道 什么叫做身 在决心中 你会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好像很抽象 其实错了 刚好不跟你们讲说 你们决心都在嘛 只愿不愿意 你向他去认 你认久了以后 你就不是过去 只是成像中的执着 你就会站在决心中的角度 其实因为决心都在啊 感觉没有决心是绝吗 所以感觉与决心 不是决心外面有个感觉 也不是感觉后面有个决心 感觉跟决心就在那一点上 从来没有一个没有决的感觉 也从来没有一个 没有感觉的决 但是明明就在那一点上 你为什么只是看到感觉 而不知道是决体呢 那有的人他妄想说 那从此认决体就不认感觉 你不认感觉 你到哪里又找到决体了 所以有很多人灰心灭智 以为修行 把念头都掐死了 所有的东西都不敢去 再起心动念了 你以为那个叫清静 那个怎么叫清静呢 那个叫灰心灭智 你以为真的能灭掉感觉吗 你要跟我说 师父法师 我真的好像觉得 现在我一个感觉都没有了 没有感觉 这不是感觉吗 你哪里没有感觉 你怎么能够走得出感觉二字 为什么你走不出感觉二字 因为你整体就是大觉 大觉现出感来时 感字中国字怎么写 显然是心 这决心不能现决 不叫决 决心现决之时 那叫感觉 感觉现前处 你要知道它前提还是心 不能现决 不叫大觉 那现了决以后 你不知道是心 那就叫流浪 那就全体流浪 这边是什么东西 你不叫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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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叫占心